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手不足 她又该如何解决 兄弟 想找几个干活的业 咱们这能没有干活的业 拨扰 也是相当不好扰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 从事大豆育种工作的农业科研员李彦华的《奋斗人生》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都没觉得她能够一袋 跟她吃饭就随缘了 吃饭 好饭了 今天是中秋佳节 对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育种专家李彦华来说 能在家里吃上一顿团圆饭实属不易 老婆你找这些菜啊 好不好啊 好好吃啊 我一看你这些菜我就不好意思 你要早说你来我还能再多整呢 这都少 我姐我也不跟你做个菜 你没做过这些菜 那不好意思都二十年了 不差一年了 最后一口啊 哎呀妈 你这中秋啥节也没这么过呀 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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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了呢 吃鸡镇的 嗯嗯 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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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李平啊 咋的 嗯 豆子丢两袋啊 哎呦哎呦妈 你来电话呢 哎呦妈 我看看去啊 就行了 好 我马上到 由于育种工作的特殊性 李彦华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 陪家人吃上一口团圆饭了 可是一个电话却打断了这温馨的画面 米饭没吃 月圆没吃 哎呀我去我先看看 我去吧 你再加得了 不行 我先我看看这是啥丢的 你种不都要 那家人和豆子都没法比 原先的时候我是出差回来 我先上地理去看看去 我妈说不知道先看看孩子 我说我看看豆子今天它一样 明天一样 孩子今天和明天没啥差别 你这么晚了 你找不到 跟哪儿 我爹姐姐 我那头儿 我们咱们给我少两个 别两个啊 我找 我说明天我没找到 我丢材料丢两回呢你知道吗 第一次材料就是白天脱离 晚上给它囤到库里头 当天晚上就丢了 它咋丢的 就把那个墙给它倒出窟窿 把豆子给它挽走了 第二个事就我们前面有个招待所 又是一个老的库房 我们把豆子放在那里头 我们把豆子放在那里头 都是一袋一袋 都像我这个口袋说 全都给倒动走了 你说你是不是崩溃的一个状态 掏心呢 那是 我没摘得及脱离呢 与前两次丢失的材料不同 这次丢失的两袋材料 是李彦华从各地收集到的 野生大豆材料 准备带到海南培育的 如果丢失只能重新寻找 可是留给李彦华的时间不多了 野生大豆我都已经寻找多年了 就9月份到10月份之间 再晚了野生大豆扎甲子 就一成熟就没了 来了 李老师 找了一碗 也没有找到丢失的材料 李彦华只能再去之前 发现野生大豆的地方 碰碰运气 看看野生大豆 路边就应该有 路边就有那个 我看看这是不是 野生大豆 是不是也跟那豆子一样 馋的今天就小的那种 对对对 这就是 是 这就是吗 这些产业 它野生大豆还分原业产业 你看这些转圆形的 对 很多道源很多地头 或者是农天道 我们想找直立的 其实直到这有 但是我们想找直立的野生大豆 你看这块还一个咱们 我看那个频道是啥 这几块就是 这个 看 这几块就是 这块有个道具 这都是 当这块地头那什么 咱们往这来 虽然这里还有很多野生大豆 但是能达到李彦华 心中标准的材料 却没有找到 无奈之下 李彦华只能再去其他地方寻找 您好 老乡 问一下 就是咱们这有没有野生豆子 有没有野生豆子 我们想找点野生大豆 有没有 没有 大地上有没有 大地有没有 大地你别去 地口问难 找点钩帮 哎呀 有点难呢 是难 就像 就像 就像那些 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 丢逝的野生大豆材料 是李彦华用了很长时间 才收集到的 虽然他心里很清楚 在短时间内 寻找到新的野生大豆很难 但是他不想放弃 我们现在这个大豆的材料 遗酸基础太狭窄 我们想拓宽它 需要新的基因的介入 所以一定用野生大豆 它抗性更强 它的食用能力也强 我国是大豆的起源地 但是近些年 国产大豆产量 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这一现象 也是所有大豆育种人 心中的一道坎 作为其中的一员 李彦华也一直在努力 还是挺好水分的 这是2.7 不是62.7 300匙脂肪酱 62.7 虽然材料丢失 打乱了原本的工作计划 但是该继续的工作 还要继续下去 筛选了一批材料 李彦华却不是很满意 所以他们再来看2025 对我第一批材料 这里三个 喂 杨强 哎 杨强 哎 杨强 哎 又要隔离啊 隔离那么长时间 外面的豆也要看 家里的豆也要看 我还想找这野生豆子 那行 我知道了 那我知道 往这边我杂成再安排吧 助手杨强 无法回到实验站 可是寻找野生豆材料的工作 还要继续 试验田每天的记录 也不能耽误 这让李彦华陷入两难境地 这么的吧 我跑远处 你跑近处 就是海温的周边 你跑歪地我走 那他天天呢 现在也不能耽误 因为一天 你要是不调查的话 他手续脱火 就点这个记录吧 记录啊 记录啊 记录才准了 实在不行 咱找个野 兄弟 问一下 我想找几个干活的野 咱们这能没有干活的野 干什么 就是 擦豆子 打豆子 营工的 没有 都老要打的 反正家里边都有地 不好扰也是相当不好扰的 你说的现在就是 郁总这活吧 一半就是 一多半都是手工劳动 所以说手工劳动 现在劳动力匮乏 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在黑龙江是这个情况 在海南也是 对 眼看就要秋收了 想要在这个时间找到合适的人手 确实有些困难 李彦华想到了一位老朋友 李彦华的这位老朋友叫赵成君 两人结识 还有一段趣事 我家有些是种菜的 我以前是廖师 是个笑话 没说 我那时候刚玩微信 通过附近 搜索附近 我看着廖师头像是一片大豆田 我就说这也只能种地 就这么的 我就家里要是了 在李彦华的帮助下 赵成君开始种植大豆 并且产量节节攀升 二人的关系 也从工作伙伴 转变成亲密无间的朋友 你要是忙忙现在 现在我们着急跑实验 所以就是现在缺人 家里头需要有一个 给我记录的 然后帮忙我干个活的影 给我找两个 现在三孙半一去忙都忙着呢 找两包找找找一个 看看能不能找着吧 那你要是能给我找着一个也行 一定帮我找着啊 嗯 行 赵成君虽然答应了帮忙 可眼下 试验田里记录工作 也要有人来干 为了节省每天路上 往返浪费的时间 结束了田间记录工作的李彦华 马上赶回家里收拾行李 准备到办公室 住上一段时间 天啊 慢了 你买两个吗 我 为你 我 为你 我现在结婚不出台了吗 我又回来了 突然间就走 突然间就回了 对于李彦华这种 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的行为 家里人以惊喜为常 我办公室 我一年 我能随上两个多月吧 就是在中江的时候 隔着住两个月 付出中江有回报 从事大豆育种工作 三十多年来 李彦华先后培育 审定了十五个品种 为整个东北地区 累计增产二十亿斤 被当地农民称为金豆娘娘 而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 俨然已成为了她的第二个家 我那个冰箱嘛 多少个记者要看我冰箱 我都没样看过 村老师 你是咱自家人 我要你看 嗑着也怕 不怕嗑着 我这冰箱里头吧 这是我常用的药 这些药这都是常用的 这是鲜蛋 这都是鲜蛋 然后还有辣椒酱 这辣椒酱 那边我搁高压锅 闷点饭 拌点辣椒酱 就吃了 这是我一个咸菜缸子 咸菜吃没了 你看 这是咸菜缸子 咸菜吃没了 这是睡觉的地上 但是你知道 晚上也不成宿睡 有时候就是解乏 咪了一阵 尤其就是着急的 特别是秋天 我可忙着 秋天的时候 召集车难烦 要播种 因为一年三季嘛 一定是你把住官 减少工作量 把最精品的东西 拿到海南去 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有 充足的时间 花在他的身上 花在豆子的身上 所以人生这么短暂 作物生长周期这么漫长 我们只能争分夺秒 你就是一点时间 你不应该浪费 李彦华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读的是农业大学 工作在农科院 她的人生始终 与农字紧紧相连 她把最宝贵的年华 都献给了这片寒地黑土 你知道这张地头吧 就是说我所在的位置 我一清二楚 我在我周围要辐射 原先的时候 我讲的我的区域 就是我的邻居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我们最远种在哪 种到墨河那 塔河 墨河 呼马都有 在我心里的故事非常丰富 我要服务这张地图 我们说叫中阿合作 巴西 阿根廷 我们都要跟他们合作 巴西 阿根廷 他们大多产力那么高 我们心里的是不服输的 一张小小的地图 怀揣着李彦华 心中远大的抱负 为了心中的目标 她依然在坚持 而在这坚持的背后 也有诸多不为人知的 辛酸与付出 没人的时候哭 但是别人谁都没看着我哭 委屈是 我觉得不是我眼尾造成的 不是我一个人的因素 你们咋天的事 我说天的事 地的事 人的事 你们所有的因素 让我一个人来看 我觉得这个事非常委屈 让李彦华忍不住落泪的事 是2021年 她所培育的 东升37号大豆种子 出现部分死亡现象 使李彦华面临一次信任危机 这一度让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然而一名种植户的电话 又让她重新燃起了豆子 我记得啊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那37咋样 她说李老师我37挺好 我说你们家那跟起来都好 她说都好 李老师你别听他们的 她肯定不懂那样 她肯定不懂那样 我问我就 我也知道她肯定不懂那样 但是她 就那个农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下就崩溃了 我就那次我自己在兜地里哭 我回家跟我老婆 我这么长时间 我都没 我都没哭我这个事 经历了东升37号事件后 为了培育出更好的大豆品种 李彦华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 她的寻斗之旅还在继续 李彦华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 在退休前她想找一个接班人 而女婿李润泽是首选 我岳母她对我印象也挺大的 她平时在生活中 就是除了工作其他事情 她都不是很关心 你要跟她调皮的 她都不知道太多 但是你要跟她 讲这个豆子的事情 她永远都讲不完的话 跟她接受的时间 稍微多一点 我有点被她这种精神 所感动 林静秋收 李彦华 能否找到心仪的野生大豆 你需要直立的野生豆 那你最不好找 请继续关注三农群营会 来 王健 今天一大早 李彦华便驱车来到海伦农场 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品相好的野生大豆 哎呀 这有钩子呀 小心点啊 我有经验 你看这个豆子 就四个豆子多 它就产了就上来了 另外你这个豆子整个就是 叶片没有早摔的 没有早摔的 你就赶紧 姓黄的 虽然李彦华现在非常急迫地想找到 合适的野生大豆 可是面对种植户的问题 她还是耐心地急于解答 你这有没有野生豆子 我一会儿我想看看野生豆子 野生豆子 野生豆子 有 一会儿我再看看 有没有直立的野生豆子 你看我拿那个 你需要直立的野生豆 对 那这个不好找 我们去那找那个 就是已经直立那个 就不要拍画一种 对 有时候说什么啥时候就能看着 看着就帮我收进去了 那我以后住点衣 我给你找 行 那一会儿我们就回去了 你别走啊 你这这么老远来吃点饭 不对 耽误事 吃饭耽误时间 哎呀妈 跟我客气啥 也都熟悉 野生大豆 那一会儿依然没有着落 这让李彦华 不免有些着急 可面对好友的热情邀请 她也不好拒绝 上你家吃好一回饭 是吗 上农场就是你家 我一走一会儿 我看谁忙啥 我就帮谁干啥 哪个男妹的 我是玉大豆品种 李彦华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一边帮饭店员工干活 一边又和大家聊起了自己的种子 就你原来你种152你种过没有 你不是种地的 152那个书七 她是种地 是吗 是 她不是你这老板的 她不是 你问王健 那个频道好不好 一会儿你去问我 你说那女的跟她催一点 你看是不是 去去去 就在李彦华与朋友们吃饭的时候 助手李平那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她在加格达旗找到了适合培育的野生大豆 并会在近几天游寄过来 李彦华总算吃上了一顿安心饭 我想买点那个新烤出来那个好吃的月饼 五盐的黑芝麻的 那个是酥子 五盐几块 五盐四块一个酥子 最近一直忙碌的李彦华终于轻松了 她今天要去看望一位特殊的老人 我来了 你最小的 你最小的 你是我们家姑娘 姑娘 施文青是李彦华的师娘 多年的相处 二人早已成为家人 虽然自己的老师已经去世多年 可只要有时间 她就会来看望一下这位老人 我们爱人搞这个育种 找一个人 一般都不愿意来 东北东学那个孙老师 最了解他了 他就给介绍 他说要分配一个学生在里面 是李彦华 是个女的 她说是女童子 但是她可能干 这个可爱吃苦了 三十多年前 金老师快退休了 想找个接班人 把大豆育种工作继续下去 而条件却是传男不传女 不为别的 却为这份工作太艰苦 对女生太残忍 一连几年 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直到李彦华大学毕业 这位出身农家的姑娘 用踏实肯干的镜头 感动了金老师 从此她的奋斗人生 由此开启 真实的烤农业是因为我分低 真实的就是分低 但是不是说要改变中国农业的面貌 加入这行了之后 逐渐的投入感情了 现在真是我就要改变现状 我要改变中国大豆的现状 因为这个现象不改变 我们的粮食安全 我们的饭碗就不保障 告别了施文青 李彦华就回到实验站 将今天的记录工作完成 你看这个 这个这明显都已经是直立状态了 另外它粒也大了许多 这一行里头有好几个弹珠是这种状态 你看这个也是 这直立状态非常好 而且粒饱满 你看那颗也是 李老师忙着呢 过来了 你看昨天我找个人 你实在包着 要我儿子给你帮帮忙 哎呀 给点子都领来了 太不容易了 他应该记得认真点 然后另外一人他也不认真 这两天吧 就帮我干点啥活呢 记录一下我整个大豆的书期 我都已经记录一部分了 现在就把绿叶子这几天 哪个要黄的 你别拉下给我记上 记录工作看似简单 却需要极强的耐心与责任心 为了让赵承俊儿子 可以更快适应工作 李彦华耐心地讲解 每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李老师的目标 要把咱们国产大豆 慢慢地把这个外国大豆 挤出咱们中国市场 我这个是我作为我自个儿的一个事业 我不可能再去干别的 人家不是说一直挖一口井 我想一定能挖出水了 就是我这个事我也要干好 这个叶片是算什么病的 我那突然间就 这个啊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像 它有的时候不是一种病害 单纯的一种病害 有的是几种 最近困扰李彦华的寻找野生大豆 和工作人手问题接连解决 她可以开始接下来的工作了 想到还欠着农户们一次考察学习的机会 是时候兑现了 它杆不是直立型的 不是特别强 但是一般说 你看它那个就是密度 密度大这个地方 瞅得这甲一挺 我说一年三季就想让它早点来 快点来出点好东西 不单说它自己的工作负责 对我们农户 它也是非常负责 实在 跟它出事踏实 它培育大豆就是甚至不吃饭 都得把这个大豆这个产业做好 是这么个人 因为我现在看这个豆 这个豆平均是40个甲左右 就每年常规的品种 一般是30个甲左右 明显的产量是有一个大捷的提升 今年 就咱们这个地区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2022年的秋术工作顺利及输稳 李彦华像全国许多育种人一样 又将踏上南返新的征程 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 还是大豆 把大豆做我心里的最高的一个目标 我说实在动物标 我花盆里种两颗豆 我也得去欣赏 欢迎收看由政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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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